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观察产生的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啊 很重要的技术 我们来试一下 是脚内侧停反弹球 它的主要的技术难点是判断好球的落点 用我们的脚 脚内侧的部位把球压下来 把球压下来 在停球之前要判断好来球的落点 所以有时要移动 有时要移动选位 然后下一步要考虑是将球停向什么方向 停向我们下一步要做动途的方向 我们来试一下 来 来 来 试一下 看看 首先选择这个来球是什么方向 大家看看 就是判判好这个球的落点 然后用脚内侧把球压住 来 试 看到没有 脚内侧 通过球的反弹 把球由空中球变成地滚球 来 再开一开 试一下 看到没有 脚内侧停地滚球 看到没有 脚内侧停地滚球 反弹停地滚球 再来一次 停地滚球 咱们先试一下 看啦 来 我的不知道 感谢观看